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熊 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聊最新的国际大师 这些新闻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色彩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刺激的迪战片 不过咱们不是来看电影的 而是来看看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 看看里面有什么让人啼笑皆废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恩怨情仇 根据最新统计 乌克兰军队继续痛揍俄军 俄军损失惨重 据说俄军又损失1060人 还有38辆装甲车 53辆军车 25辆坦克等 这情景简直像极了一部战争大片 只不过这次是真的 俄军被打得鬼过狼嚎 在康斯坦丁尼弗卡方向 乌军击退了几次俄军的大规模进攻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就像一群勇敢的蟑螂 一波接一波的冲向乌军的阵地 结果自然是被一一消灭 这场景真是既悲壮又滑稽 俄军士兵们可能在想 我们是来打仗的 不是来送命的 说到库拉霍夫往下 俄军更是惨不忍睹 第二次进攻 投入了57辆装甲车 结果被乌军击中12辆装甲战车 8辆坦克 9辆摩托车和4轮马车 4轮马车 没错 你没看错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看来俄军的装备真是丰富多样 从现在坦克到传统马车应有尽有 不过这些装备再丰富 也敌不过乌军的精准打击 再来说说被俄占领的克里米亚 这地方最近也不太平 乌克兰对俄军大击机场的打击 导致了4个变电站同时发生火灾 各市及郊区断电 约有5万3千人过着断电的生活 想想这些居民突然就想到了没有电的时代 这日子可真不好过呀 与此同时俄媒报当俄罗斯 叶卡吉林堡一家国防工厂发生了火灾 火势蔓延至了1000米 这家工厂可是俄罗斯联邦在控制系统和电子设备研发和生产领域最大的企业之一 损失可不小 看来俄军不仅在前线吃亏 在后方也不省心 不过不得不提的是 乌克兰也在积极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 捷克正在考虑组建一支乌克兰军团 为乌克兰人在国外训练 让他们为乌军服务 这可真是好消息 希望有更多的国家也能效仿 美国也不甘落后 同意为派往乌克兰的数十架F-16战斗机 配备美国制造的导弹和其他先进的武器 还签署了五项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武器的协议 泽恩斯基表示 乌克兰将在8月9月和10月接收额外的防空系统 这一系列举措 无疑将大大的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说到这儿啊 不得不提到一段视频啊 让人感慨万千 一个被俘的俄军士兵说 我去了地下室啊 我想吃饼干和喝点水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闯进来 并制服了我的战友 我被俘虏了 感谢乌克兰武装部队让我活了下来 这真是让人呼啸不得呀 打仗打到最后了 连饼干和水都成了奢侈品 另一段视频中 一群俄军向俄当局抱怨 指挥官不把他们当人看 缺乏休息和替换 还被关在掩体中 用他们的身体为后面的人铺平道路 这些士兵真是可怜又可恨的 既然指挥官不把他们当人看了 为什么还要为这些指挥官卖命呢 干嘛不向乌克兰投降呢 至少投降还能活下来 如果每个俄军都这样想 这样战争或许早就结束了 不过与这些混恶相反 在地球的另一边 一群有种的人勇敢的站了起来 是的 我说的是韦绿拉 这两天韦绿拉爆发了抗议浪潮 抗议马杜罗在总统选举中 存在舞弊和人为操纵 29日 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地点 数千人自发冲上街头 高喊口号 当时更多的韦绿拉民众 继续涌上街头 加加斯和韦绿拉大部分地区 从早上就处于瘫痪状态 没有人呼吁罢工 但民众自发决定罢工 直到马杜罗下台 这种勇敢和决心 真让人敬佩 维绿拉人民大声喊道 我们不怕 这句话简直成了抗议的口号 看得出来 维绿拉的人民受够了 受够了马杜罗天天吃香和辣 而民众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于是他们反了 他们缴获了一辆军队的坦克 用燃烧瓶 崩毁了一辆武装运兵车 与士兵互动 高喊自由 甚至推倒了前总统查韦斯的雕像 用摩托车拖着查韦斯的脑袋 一路欢呼 这种场景真是既荒诞又震撼 维绿拉的抗议活动 也赢得了多方面的支持 有面包店为了庆祝抗议活动 将大量面包免费送给民众 韦斯拉黑社会宣布跟民众站在一起 要求军警不许镇压民众 在国际上 白宫指责韦斯拉当局操纵选举 并考虑对该国实施新的制裁 推特取消了马杜罗账号代表政府身份的灰标 代为蓝标 美洲国家组织宣布 拒绝承认韦斯拉选举结果 并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策 阿根廷总统米莱向韦斯拉民众说 独裁者马杜罗犯下了选举人欺诈 他唤醒了韦斯拉的狮子 独裁主义迟早会结束 独裁主义总是杀人的 拿出勇气 亲爱的韦斯拉人 这些话语激励了无数韦斯拉人民 他们的勇敢呼声和行动震撼了全世界 面对这样的局势 马杜罗估计已经吓尿了 正在考虑往哪里逃呢 往俄罗斯 人家自己都自顾不下呀 哪有功夫管他呀 齐奥塞斯库四天就被 托马尼亚民众彻底的抛弃了 不知马杜罗还能撑几天呢 最近 维尼拉的局势真是跌宕起伏 充满了戏剧性 1月28日 梅人拉举行了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 钢萨雷斯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尽管民调显示 钢萨雷斯有望获胜 但选举结果公布后 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 马杜罗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这一结果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不满 选举前 政府对主要反对派候选人 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措施 其中包括禁止马利亚 克利纳 马查多参选 理由是他涉嫌政治犯罪 这一举动被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 认为这是对政治权利的严重侵犯 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钢萨雷斯和马杜罗都宣称自己获胜了 反对派发布了选举结果的详细文档 证明他们的胜利 并指责政府操纵选 选举结果公布后 韦瑞拉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 高喊口号 要求马杜罗下台 这些抗议活动遍及 加勒加斯等主要城市 抗议者的决心和勇气令人敬佩 国际社会对选举结果也反应强烈 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马杜罗的胜利表示怀疑 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相反 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古巴等少数国家 则表示祝贺 抗议活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断的升级 面包店为了声援抗议者 免费的分发面包 黑社会组织也公开表示支持抗议 要求军警不要镇压民众 白宫则对马杜罗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指责 并考虑对韦伦拉实施新的制裁 推特取消了马杜罗账号代表政府身份的徽标 改为蓝标已是不满 安庭总统米莱也公开发声 呼吁韦伦拉人民坚持斗争 他表示独裁者马杜罗犯下了选举欺诈 他唤醒了韦伦拉的狮子 独裁主义迟早会结束 拿出勇气 亲爱的韦伦拉人 这些话语极大的鼓舞了抗议者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 马杜罗显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人猜测他可能会寻求流亡 但即使是他的盟友俄罗斯 也难以为他提供安全的庇护 韦伦拉人民的勇敢和决心震撼了全世界 无论未来几天发生什么 韦伦拉人民已经证明了 他们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决心 这场斗争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 也关乎全世界向往民主和人权的人们 希望韦伦拉能够早日迎来真正的变革 告别独裁 迈向自由和繁荣的未来 总结来看 这次选举和随后的抗议活动 不仅揭示了韦伦拉的政治危机 也凸显了国际社会在面对独裁政权时的复杂态度和反应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斗争 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成为全球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希望全世界的正义力量 能够继续地支持韦伦拉人民 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